Hello,大家好,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是想给大家展示一下牛油果开花的这个过程 因为我们觉得可能很多人没有看过这个牛油果它的这个开花生长的过程 所以呢,想把它录下来,然后呢,让大家有兴趣的人可以呢,看一下 现在呢,这个牛油果呢,开始开花了 现在是2月22号,看Avocato的花都已经开始出来了 现在呢,就是都是一些花骨都还没有开 扎得近一点 是这样子的 今天是3月30号 你看我的这个,这棵牛油果树,它们已经整个树上都开满了花 呀,花非常的多 它就是说好像开始抽碎发,长花这期间经过很长时间 你看现在都是3月,3月底了 这个花还是含苞待放,还没有开始开 还是这样子的 但是呢,整个树上全是花 今天这棵树应该能够大丰收吧 呀,满树都是花 看这棵树 看这棵树 这个Avocato树 冲上到下全是花 全是花 现在是3月30号 看这个花都是含苞待放 这个花含苞待放像这样子都已经一个多月了 好像这个花还是没有开放 含苞待放的时期很长 今天是4月22号 咱们看看牛油果的花开的怎么样了 哇,美丽 还是很多都没有,还是含苞待放 还没有放开 你看了吗 对 这个花,这个花就是这个含苞待放的时期特别长 有的已经放,已经放了 像这样的就是放的了 哪个 像这样的就是放的 有放的 但是很少 嗯 那棵也是出了好多花 这个Avocato开花开的特别多 开花的时候好像整棵树上都是花 过一段时间这些花就会 有受菲的它就会有果 没有受菲的它就没有果 大多数都会掉 嗯 这棵是那个野生的Avocato 也开了不少花 但是没有这两棵开的多 但是去年这一棵接的多 这个就是Avocato的花 这个就是Avocato的花 它含苞待放的时间可真长 现在4月22号还是含苞待放 今天是5月2号 这些这个Avocato都已经开始 有些花都已经开始 往下凋落了 尽管说现在上面还有很多 但是已经开始掉了 你看地下 地下已经开始这些花都是Avocato的花都开始 都开始掉了 就是要剩完以后它有的地方就会有个果 就是受菲的花就然后就会产生个果 你看它开花了吗 这里这个地方这样的开 开了以后如果它能受菲做住 到时候就能结果 要不的话它们就就都干编了 然后就掉下来了 所以说受菲很重要 如果家里有很多蜜蜂跑来跑去的 或者风一吹 受菲就比较多 对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 有人种一棵 然后希望旁边的树 或者是谁家邻居的树 能有能结果受菲 或者是蜜蜂也可以把它们带来 所以说大多数最后都会凋谢 要大多数都能结了 那就太多了 就压坏了 今天是5月11号 这个El Cuddle上开的很多的花 大多数现在都凋谢了 剩下的呢就有包着小果 开始结那个小的果子 现在的这个小果子很小 但是仔细看还是能看出来 这个花中间的绿绿的小点 就是那个牛油果的果子 看到这个小果子 看到这个小果子 在这里 就是大多数的花都凋谢了 开始长出小果 剩下的开始结果了 今天是5月19号 这个牛油果上面开的花呢 大多数都已经凋谢了 留下来的不多 留下来的大多数都是 就是那个能够结果的了 这一个站住的好像比较多 你看这一个枝子上站了好几个 好几个 好像这一棵 从Home Depot买的这一棵 最便宜的好像最好 去年它借的最多 今年好像看起来 它站住的也是最多 看这个枝子上 这个枝子上也站住了不少 而且它的叶片真好看 像这样的果子 就可以慢慢地长 今天是5月24号 Arocado的开花期就已经结束了 你看剩下的那些枝 都是花都已经掉了 凡是保留下来的都是果子了 哇它有几个有几个大的果 你看就是基本的花 凡是站凡是留下来的 你看这个果 对啊我看 对 看到那果子了吗 圆圆的 圆圆的大果 那的Arocado 旁边也有很多小的果子 对 所以说花都开花期现在是已经过了 就是凡是站住的都是结果了 对 你看看这个地方 看到了吗 这个果 看到了吗 对 你看这果已经出来了 哈哈 Arocado果 很多 上面 很多很多的 对 上面不少果子 嗯 哎呦 这棵上面好像 更多 更多 因为现在都那个果子还比较小 看不太清楚 这个Arocado的叶子 那些老叶子全都退了 大多数老叶子都退了 然后长出一层 一些润的 对 这个Arocado尽管说它是四季长青 但实际上它的叶子每年都会更新的 对 你看 在这样照 照这边 你看 这个果 到处都是 这一棵今天可以接风了 接了很多 至少都有好几百 不知道能不能站住 对 这一棵去年就是它接的最多 今天又是它接的最多 好像 指数增长 嗯 上面好多果子 不少 不过它会自己调整 对 有些果子可能 有些尽管是接了果 但是也不一定能站住了 你看这一棵还是不行 这一棵你看大多数都掉了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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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多 好像也没长得像那个那么大 嗯 对 它这个 这棵呢 这棵好像就不如那棵好 这儿就是 看见了 嗯 这有很多 但是没有那个多 那个简直满树都是 满树都是果子 嗯 因为这个品种叫hash 这个hash呢 这个品种呢 就是 好像这个品种好 比较适应于 这个地方的气候 湾区的这种气候 对 好像这个hash 是从home depo买的最便宜 但是它长得最旺 对 所以说你要是住在湾区 那你要是想种 Avocado的话 推荐你种这种hash 他们叫 他们叫 台湾叫 海丝 海丝 叫这 不知道叫什么 就是这种 嗯 这个好 而且口味也很好 在湾区是好像比较 嗯 湾区是 对 在湾区是比较适合的 这个长得可真好 都是一样的条件 这可真是 我记得花了24块钱 还说是几块钱买的 最好 嗯 但它长得最旺 所以说呢 这个 它主要是品种 还有气候 可真多 结的 嗯 你看它的叶子非常的漂亮 大大的 你看这叶子亮亮的 看到了吗 是 这叶子亮亮的 大大的 而且这个 那些老叶子都掉 都掉了 都掉了 掉了一层老叶子 好啦 我们就静静的等候我们的 Avocado成熟 牛油果成熟 这个牛油果从开花到结果 一共要多少个月 八个月好像 还是九个月 好像说跟女人怀孕的时间一样 对 对差不多 所以说它的那个形状也很像女人的子宫 像子宫 所以说这个 说是女人吃这个牛油果是更好 哈哈 而且这它营养也就很低 对 那一般来说到十一月十二月 它就这个是可以成熟期 可以接 可以逐渐的吃了 这颗接的太多 肯定要站不住这么多 对 你看亮亮的 好啦 我们的牛油果开花期已经结束了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这个牛油果开花期生长过程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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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